大家好,我是易丽静 哦,谢谢 张绍刚老师,其实我真的挺想采访你的 我今天就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张老师,你穿成这样开心吗? 你的家人接受过你吗? 你的家人知道你受尽侮辱 却依然要带给别人开心吗? 他们爱我 祝福你 我其实采访的时候 怎么判断自己的问题好不好呢? 就是当我问完一个问题的时候 嘉宾说 我们可以不要聊这个了吗?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我们只要聊这个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和李诞是前同事 先先吧 当年李诞在南方人物周刊 做实习生的时候 我是那儿的高级主笔 是记者中的最高职位 但我们并没有见过面 李诞 是我站得太高了吗? 我采访嘉宾之前都会做功课 可陈卓玄让我没有功课可做 你有作品吗? 歌 电影 诗也行 你有吗? 他羡慕你 你都不用做功课 就可以有工作 可艺人都像你这样 不做功课 我和谁抬杠啊? 张云琪也不做功课 但是我知道要聊什么 张云琪你知道我要聊什么吗? 我知道你知道我要聊什么 可我不聊 江云生刚刚拼命想引起我的注意 其实我还是有点想采访他的 他在微博上说自己是 当代哲学家 艺术家 战先家 塔罗家 预言家 风水家 这么多身份 你自己相信吗 你这么多家 你的家人接受过你吗 他们说要成为一个好rapper 就要有态度 要刚 要real 这不就是我吗 说唱就这么简单吗 你气息这么不好也可以唱吗 你看我采访全是单压 抢了rapper的饭碗这样好吗 杨丽的脱口戏我特别喜欢 因为她说话很有分寸 特别是那段说垃圾的 但让我失望的是 后来她在微博上就突然不犀利了 怂了 杨丽 你怎么了 你是喜欢上男人了吗 你天天在节目上骂男人 你自己却偷偷喜欢上了男人 男人知道吗 张雨琪其实我没啥好问的 我采访的时候都问完了 采访前我以为张雨琪是一个花瓶 采访后发现 她真的是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的女人 你们老吐槽说 雨琪看男人眼光不准 其实她看自己眼光也不准 她说她特别显眼甜宠剧 雨琪 你知道什么是甜宠剧吗 不敢知道 雨琪真的是个特别直爽的人 男人看到她就紧张 她得在男人面前表现得特别温柔 才能让男人不紧张 今天在座的男人 我看着都挺紧张的 雨琪 你再怎么温柔也没有用的 男人看到你紧张 看到我也紧张 看到杨丽更紧张 男人怎么这么容易紧张 特别自信 却特别紧张 谢谢大家 我是伊丽静 爱我们的男人 那个男人 我带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